知名的作家王文华在接受平面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特别期许年轻人 他说就算拿到了烂牌也要来逆转胜 他说时下许多年轻人逼的时候找不到工作 即使找到工作薪水也不高 想要加薪更难 所以王文华就说了 与其如此呢不如创业来搏一搏 因为失败的成本不高 所以创业的机会成本很低 现在是创业的大好时代 他也说人生就像是个牌局 人人都有不同的打法 而王文华也说 如果你一手烂牌下注的时候就要小心 只要留在牌局里头就会有机会 最后拿走最多筹码的人 未必是一开始就拿到好牌的人